看看新闻吧 像我们这样的 喝着拿钱的人 对 演员挣那么多钱 也是应该的 辛苦他们了 年前这个大满脚手架 硕大的房子 就是电视剧 侠客型剧组 大出的临时摄影棚 别看外表不起眼 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 金融小说里面 侠客型的一个主场景 叫雪山派 说是说叫雪山派 可是这儿的温度 快赶上货炉了 热得大家 只能围着电风扇转 一般电视剧的大灯 几个灯几个灯 你看下面顶像 整个棚里面 敲个一百多个灯几个灯几个灯 数一数吧 而且是皮的 一 二 三 其实外面这一间的话 五 六成就已经够了 你看我的汗的话 还是低的 你今天说那个鼻子的汗 你这样下来就知道 对 好 谢谢 谢谢 不过虽然热是热的点 但是好处还是有的 每天这么多吃饭 回去应该一餐体重 能瘦好几斤包 我已经瘦了七公斤 多久了 七公斤 对 就是拍这个戏 要说这天气热 大家人人也就过去了 但是被蚊子咬这件事 真的是不能忍呢 这儿的蚊子也特别毒 就是我这个衣服 已经有四五层厚了 但是那个蚊子 还是能钻进去 钉的那个包 都是红种紫黑色的 还挺吓人的 在山下影棚里面拍摄的A组 被蒙热的天气 和成群结队的蚊虫 弄得是焦头烂额 那在山上竹林里拍摄的B组 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 爬上山去看看吧 抱走了十多分钟 记者终于来到了远在山顶的B组 一些工作人员悠闲地坐在 被竹林环抱的半山腰 看着倒是挺惬意的 其实呢 该热还是热的 该流的汗也绝对不会少的 除此之外 更有难料的天气 在考验着剧组上下 这雨说下就下 连采访都得打着伞进行 对家杂志汗水演示 什么感觉 就是泪水 对 这是我们辛苦的泪水 娱乐新年底 三福天拍戏真够累的 安吉采样报道 它真的是很辛苦啊